《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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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藝術 在這個時間是黃金時間 因為它有更重要的社會責任 當其他工具都已經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能力 藝術可以取得更多的責任 去記錄社會 記錄人民精神 我覺得我自己也很幸運 我一輩子在做的事情 都是我覺得自己很好玩的事情 現在我也覺得 香港是藝術最黃金的時間 藝術作品始終有一個含糊性 就算是一個那麼高壓 那麼敏感的時代 它也可以存活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音源 是最適合完美的時間 我覺得藝術圈的朋友 有一件事是過去做事的兩個圈子 其實都感受不到的 是那種純粹的 他們做事是很純粹的 很多藝術都是 不問回報的 是真的很純粹地去做 為了做好那件事 他們是不會想 我付出了多少時間 付出了多少精力 其實我之前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畫地圖的 我是畫很多花花草草 那些 但到了反而我讀了三年書之後 我現在就改變了 其實我現在是畫Portraits的 畫人像是有很多別法 其實我又不是畫到realism 我不是畫到很真的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deformed faces 但是我覺得人面 其實就是很多訊息 很多密碼的一個官能 所以我自己就很有興趣 是啊 有些人說不可以賣 不可以賣的話 我就想試一下 那又看看賣不可以賣 我也想學一下他們的純粹 我決定 其實我決定做這個畫廊 其實很短時間 當我一決定做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生命有出路 簡直前途看到陽光 我都覺得 終於有一些東西 我是值得 下半世人 是值得我fancy的 值得我有挑戰和有衝擊的 有條很長的路可以走的 真的有很多披荊斬擊的東西 我要去劈 我不是覺得人生才有衝勁嗎 不然我已經覺得 哇死了 真的很悶 所以我覺得我最大的得益就是這件事 要這麼說 SC Galeries的主要定位 是立足於香港 其實我們的藝術家 都是來自香港 還有我們創作的對象話題 都是香港人 都是環繞著香港 可以是一個紀錄香港市民 紀錄香港感情 香港生活 和節奏脈搏 社會變化的一個地方 不單單是藝術品 不是裝飾 我不希望藝術品 只是裝飾 而是它有一個份量 有一個時代的份量 這是我對SC Galeries 一個最大的期望 其實香港現在都經歷了一個大時代的轉變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香港的藝術家 要爆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市場就無限了 看看大家有沒有能力去掌握市場 那些人